Hello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快乐联播 我们的节目是快乐新生 快乐是不是 我是右轮 在空中背变到大家 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这个全台湾哦 像是在大台北地区 还有大台中地区 云嘉南高高平 还包括了澎湖地区 都可以收听 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可以呢 上网搜寻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网站 还有脸书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影像的直播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2018的这个选举 从过完年后就开始非常的热闹了 不管是六都这个直辖市的 这个市长的候选人啊 大家可能就是猜来猜去 然后呢可能是 中南部的比较快底地 然后呢像是在新北市呢 哇这个最近呢 又有这个天王又要再次的重出江湖了 到底呢 嗯这场战呢会打成什么样呢 而在台北市的部分哦 哎等一下刚好可以问 坐在幼轮旁边的这一位 也就是这一次哦 要这个参选2018的这个市议员 台北市的市议员的参选人哦 徐巧新 巧新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巧新的这个选区 刚好是在我们电台 哎对啊 松山心意 我在开车过来的时候 就在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呢呃 其实哦 我们在今天还有另外一位 特别来宾 他目前应该还是呃 这个时间很容易塞车 塞这个基隆路这条路 如果说遇到那种天气状况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话 真的就很容易呢 会他呛呛 寸步难行下班时间嘛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如果说看这个视频的朋友的话呢 会看到两位美女呢 然后呢在现场的呢 就是徐巧新 然后另外一位呢 就是要代表这个 他自己本身无党籍 本来是民进党的 后来就是脱党参选 好李婉玉议员 他呢就是持续的要在 这个新北市的板桥区 来争这个一席的这个市议员 为这个相亲朋友来做服务 刚好呢 两位美女呢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这个女性的从政之路 而且要恭喜您 二月份才刚刚的完成终身大事 对啊 其实也才过一个多月而已 然后听说 在这个要结婚的前一天 还是什么时候 那一天还跑了18个 18个行程 对对对 我们在 我是今年2月25号结婚的 那在前一天刚好那一阵子 是元宵节的很多活动 都是排在那几天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结婚是当天的事情 当天再做完就好了 那我就前一天的18个行程 我都每一场都跑到了 那我那天结婚是午宴嘛 午宴结束完之后 东西收一收 晚上7点还有时间 那我又再继续 顶着我的这个新娘妆 头发造型有坏了 然后再去跑 那顺便我们刚好 结婚都会有喜糖嘛 对 有多的啊 就带给那个民众朋友 他们都 我爸妈都超开心 对 就刚好真真喜气 而且吃甜甜的 就会带来好的运气 不过老公 应该也算是媒体人 所以说会对于这样的一个 糟糕的一个行程 然后呢 就是步伐很快很快速的 那种 等于计划呢 就会觉得说 应该是能够适应的啦 对 他其实就还蛮支持我的 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尤其是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因为很有时候很辛苦 那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那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在工作上面 你很多负面情绪 那你带回家 要嘛你无处宣泄 那你就是压力很大 要嘛你宣泄了之后 对方没有办法理解 那就会很容易吵架 这两种状况都很不合适 我们其实在 作为政治人物的 这个参选人当中啦 而且像压力很大 以幼轮来说 就会吃东西 胖了十几公斤 但是 但是为什么 草心感觉呢 是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呢 我瘦了七公斤 好啦这个 我把我的肉再补给你 拜托不要 可是其实在那种 这个饥饿压力 很大的过程当中 不会精神不济吗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他们是呢 就会吃很多 但是我呢 是比如说像我们 跑完上餐会的行程 跑完之后 我反而不饿了 是 就是越跑越不想吃东西 哇 真的太棒了 我也要来参选一下 好不好 不过呢 参选呢 真的是一条不归路 我们现场的另外一位 特别来宾呢 就是要参选 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 李婉玉婉玉委员 议员 我把他叫成委员 新北市 要是再继续的 然后其实提到了说 这个婉玉议员呢 这个从去年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女性的 从政人员呢 她们 人家都说政治人物 是会被放大检视的 但是女性的从政人员 更大的一个 那个放大精 会看到你的 一言一行啊 然后呢 你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都知道说有时候 很多的事情 纷纷扰扰 多讲 然后好像也是多错 这样子 可是有各种 很多的一些的 这个委屈 都在自己的心中 对我来讲 好像没有所谓的 多讲多错 我就是反正把什么事情 就是清清楚楚的 解释跟交代 那要不要相信 就是反正我对自己 交代的过去 可是你们有觉得说 每次自己都很坦白了 结果反而是坦白的人 都是错错错 但是反而会隐藏自己 错误的人 他就是比较会有保护色 大家都觉得说他是 对的 最正义的 所以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一个 就是网路科技 然后人人勾仔的时代 时代不一样 你可以骗得了 一时就没办法骗得了 很久嘛 就像不是 之前有所谓的 就是从政人员 然后都以这个 专家学者 然后非常的 就是正直清廉 那后来可能被周刊拍到什么 就一下就破灭 那这个像这样的例子 就是让人 就是会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就是还是要 让大家知道真实的自己 才不会说 有一天大家知道 原来是落差这么大的时候 是杀伤力会相对的加倍 因为真的 不管你是做到什么样境界 可能是总统 或者是行政院长 或者是立委 或者是议员 我们都是人 都会有七情六欲 所以呢 就不要再造神论了 就像说这个行政院长呢 赖清德先生 本来民调很高 去到了这个行政院长之后 好像他最高分的时候 是在就任那一刻 然后之后就开始 一直扣分 一直扣分了 那其实呢 今天邀请到 这个分别是 参选这个台北市议员的 还有新北市议员的 这两个这个 双城啊 县市啊 其实都算是台湾 大家非常注重的一个地方 像新北市 其实人口蛮多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预算金额 没有台北市多 我们这次前瞻计划 平均每一个人拿到的金额 是台北市的一半 就是每一个人是七千多块 才一半而已 然后台北市是一万七 嗯 那台北市的 台北市 对 所以就是说到前一阵子在讨论 所以我们要重新 从这个税收 从国土规划 重新的把这些权利还给新北 因为其实很多的企业组 他们的公司设在台北市 他们的地址 住人住在台北市 但是 他们其实他们的污染源 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这些都是在新北 所以这相对来讲 税收却要缴在台北市 所以对于新北市很不公平的 对 我有看到新闻 就是婉育议员 有特别提到说 如果说到时候可以归地方的话 对 就从财政 财政划分 郭台铭的 那个公司 工厂 不是 就是说 他们的税收 就是由新北市来做处理 对 这个其实真的是 蛮好用的一大笔的税收 对啊 相对之下才可以提升 就是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会期 我们一直在讲究新北的 AI计划等等的 我们才可以开始 由这些经费 然后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像新北 它其实地理的一个环境 真的是有山有海 而且还蛮开阔的 对 有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的一些 地方的一些官员 要去一个地方 可能去到那种 金山 万里那边去 可能一天的时间就几乎就没有了 所以在行程上面来说 或者是在做很多服务工作的时候 也蛮辛苦的 而在台北市呢 它有另外一个苦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呢 还是大家所关注的第一个城市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城市呢 有发生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事情 就同样的也会被大家讨论好多天 就像说可能我们来聊聊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台北市市长的一个选举 新北市好 这个上议员呢 也在好 这个今天其实也有新闻的一个露出哦 特别有打抱不平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个新北市的部分 在台北市的部分的话 哇 这个国民党的人选其实也蛮精彩的 人选非常的多 现在目前呢 正在进行初选 所以包括这个丁守中 钟小平 然后张显耀跟孙大千 他们都已经投入了这一次的初选 所以我们大概还要好一阵子 那个五月底左右吧 才会正式的通过 知道我们到底是哪一位代表国民党参加 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也不太清楚说 我们的对手到底是谁 因为现在是柯文哲市长 他确定要争取连任 但是民进党到底是要礼让他呢 还是说有可能会派出自己的人选 这件事情是还没有底定下来的 所以很多的战略跟方向 其实现在呢 去谈 我觉得有一些都是言之过早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台北市长的这次的选举 还有包括新北市 这两个选区 我相信这次的市长选举都会很精彩 对 然后上市那个 婉育议员 我们要来聊聊 因为自己 原本是这个民进党的 所以对于这个民进党 很多的人的一个个性啊 还有他们的选举的一些 这个配方啊 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有掌握了解到的 就您自己所观察 那个民进党到底会不会 李让柯文哲先生呢 我觉得会 就是以现在的大方向 然后陈局秘书长都不上的状况下 应该这个态势是很明显 而且感觉到 尤其现在都是胡耀福在做主 对 而且感觉到说 这样的一个内阁 包括了到总统府 全部都是为了选举而就定位了 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担心说 哇 经济好像也都没有特别的好 然后呢 很多的一些行政的一些制度 大家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怨言 不过呢 好像这个执政的民进党 他们已经就选举的位置 要在这方面 这个好好的这个突破困境 而且大家都想说 我们的小英总统 我们比较那个 我们是比较那个想太多的 好 小人 大家都会想说 可能你让给柯文哲市长的话呢 就让他好好的当台北市长 他就不用担心之后 来选总统的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都是太多的政治考量 其实很多的时候 政治是人算不如天算 你看当时的阿扁总统 谁撂到那个两颗子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尽力做好自己 然后最主要是呈现给市民 大家的观感 跟你对未来这个城市的蓝图 能够让大家认可 然后支持你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实在 跟实际上我们现代 这一代的人想要的 对 其实两位 一位是有这个资历的 就是议员了 另外一位呢 是正在努力怕病 希望呢 在这个今年 资深发言人 我没有讲 我说资历资深 我不敢讲哦 因为我也是 因为我也是很资深了 看起来年轻的 哎呦 这个婉渝 婉渝姻员等一下出去 那个我们等一下红包给 通告费加500 因为你有通告费 我没有 等一下那个 我们通告费是由英控 所那个发的 所以 谢谢英控大哥 看他到底给多少 其实就是说 在政坛这几年来 因为有时候 像我们自己 访问很多的一些 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啊 可能当选者 我们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 他们都跟私底下 有时候都是不一样 然后议员有时候 因为在 在这个 从事议员的工作 这几年当中啊 会不会都觉得说 哦 真的很想要 就叫他们说 不要再假了 对对 就是有一些 就是我亲眼看见 是 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其实他选上了之后 他根本连议会都不进来 然后他如果出现 你就大概知道 选举快到了 然后 然后而且他可以就是 坦而皇之的 做出很多的看板 什么什么的建设 是我最在乎的 就是让我觉得 哇塞 真的很敢说 对 可是其实一般的民众 他只会看到这些东西 对 因为像现在 我们新北市 其实我们的议会 他已经有同步的影音 然后也有在 议会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所有的人的 咨询的 所有相关的光点 可是一定是 一般人不会去看 对 一般人可能就是 特别媒体 电视 网路在报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就穿着 非常特别的 起床衣服 或者是有什么道具啊 特别的在那边 哇 渲染一下这些 主要的一些问题哦 就上媒体了 然后呢 大家就会觉得说 哇 有曝光了 就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质询 就过关了 所以呢 很多的民众 真的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选举的 过程当中 大家真的要是 多观察 多比较 然后不管是说 你在哪一个县市 那像这个 巧希呢 因为是这个 第一次投入选举啊 你看瘦了七公斤 我羡慕的一件事情 对啊 我以前你有看到吗 有有有 上次的时候 跟这次不一样 七公斤耶 对 你是初选什么时候 我们初选 其实已经算是 我这一区算是通过了 因为我们刚好同额 因为我们有一位 议员现任的 他没有争取联认 所以我们就 对 不是 但是也是很资深的 但就是我们 等于说是同额的提名啦 那过程当中 其实像瘦玉姐最知道了 其实如果是参选 或是作为民意代表 你大大小小的场合 你一定是 最好是要亲自去 对 很多人他可能都是 比如说派助理去 或是这样子 做久了 其实民众他会有感觉 所以其实我觉得 刚才瘦玉姐讲很好 就是说 以前大家都会喜欢那种 可能刚又有人讲到的 表面呢 跟实际上面 个性不太一样的人 这几年我觉得 那个观念在改 就大家对于很多 真性情的人物的 这个加分 是越来越多的 对 尤其像比如像 像婉玉姐 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我在很多的 我在很多的那个朋友 不管她是蓝绿 就这个没有分正党的 像我有一个 在国民党工作的朋友 她就非常喜欢婉玉姐 一个女生 她就觉得 婉玉姐是一个 很有个性的女生 那她其实是一个 国民党的党工 那像这种人 其实越来越多了 她可能她支持一个人 她并不一定是因为 这个人的政党倾向 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样 但是我有欣赏 她个性的地方 尤其是现在这种氛围 对 而且年轻的 40岁以下的选民 这种人 其实比我们传统上 想象的 还要更多 对 其实像现在很多的 年轻朋友 对于颜色 真的都 比较没有那么的在乎 重要的是说 这个人 从他们的一些观察上面 到底是不是一个 很真的人 愿不愿意替你做事 对 所以呢这个松山的小邓丽君 真的很会讲话 那个婉玉姐姐 我们觉得还蛮感动的 很感动 因为其实跟小鑫之前 千宗一 我们很感动 我们认识了 有接触过 有接触过 是 所以觉得是一个很聪明 然后也一定是一个 很适任的 民意代表的人选 谢谢 今天呢 我们真的也想了 特别的一个标题 就是来到了这个 千宗一跟松山邓丽君的世界当中 来个两句 真的 我们刚刚有同人就说 是不是要请这个 松山邓丽君来唱个歌 会不会有在招他的时候 我跑他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KTV 那我们都是唱 邓丽君的歌 因为这个 不管他年龄 是从年轻到 人家 全部都会唱 可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唱 也还蛮不错的 其实就拉近 跟雪民之间的距离 我有唱 我只在乎你 要唱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只在乎你 很对 只在乎大家 要唱吗 要唱个几句吗 愿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现在情愿 感到你的气息 哇 今天值得了 有两位美女 在现场唱歌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 空音的人员 开心的笑呵呵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真的吗 对 我阳光之女耶 我 我走到哪儿都开心欢笑 对啊 所以就是有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在聊政治的时候啊 就不要太多的算计 然后也不要太多的一些 大家 完结 要完结没什么 要淑稳 还可以喝酒 真的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做 这个表里如一的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因为像现在媒体 我们要讲到 我们自己要检讨一下 就是说可能 我们也太会就是说 呃 专来专去 把很多没有的事情 说成就的一些事情 呃 也没有办法嘛 因为媒体竞争太激烈 要要再为我们媒体 再讲一些话 所以呢 这个各种 当一个名人 呃 当可能说 呃 小心现在要选这个 施议员了 其实 从今这条路啦 当你当这个 国民党的一些发言人 接触到了不同的 一些主席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 身价可能都已经 被摊在阳光下 大家可能要先去查一下说 嗯 这个人到底有什么 里面可以去 呃 把他爆料的 大家现在都要爆料 那这部分的话 其实应该都做好 心理牵涉了 我连那个过马路 都很少会去闯红灯的 非常遵守交通规则 他之前最大的料 就很多男生都追他 真的吗 对啊 他结婚了啊 就很快结婚了 那也不错 有一个挡键盘 对 好啦 开玩笑 但是 结婚 对 我二月二十五号 那怎么没结婚 你少掉一个大包了 对耶 我等你生的时候 等你生 我就是因为 急事补足 我会记起来 非常有趣 没有他刚好有事 我有问他 他在台南 不敢面对现实 可能吧 之前追他那个因案 他还是那个搭档 超爱他 我有问他 他在台南 我们今天怎么忽然听到好多密集 大家在比他想聊这个 好 因为结婚就算 结婚就算 对啊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生活上面 就大概会比较担心说 有一些大家的那种 与我诈的一些竞争 但是不管怎么说啦 我觉得做好自己最重要 你就是你觉得对的事情 不对的事情 那就是你自己去做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事情 是自己不对的地方 那就是检讨改进 要跟大家道歉 这是重点是后续的改进 因为有见人心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 你看像刚开始 很多人觉得 你这个女的到底在干什么 你在新北市到底做什么 你因为板条做什么 可是其实日子久了 大家知道 这个女的很会做 很敢做 很敢挺 那所以在地方上 我们就是经营起来 就是很轻松 因为大家知道 议员就是太讲义气了 所以呢 太讲义气过了头 他也是义气挂的 义气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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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大家你知道 其实不是我的选区 台北市什么桃园 都跑来找我 好像我是跨局 其实大家一般人 不会知道说议员 他其实是有选区上的责任制 对对对 然后呢 其实在这个 新北市的一个部分 来说好了 因为呢 新北市目前是 国民党的一个 算是唯一六都当中的 执政的一个县市 摊头堡 所以呢 就是说像李乾隆 主委特别提到说 他不能够输 输了呢 可能后面就会 排山倒海的 可能就会摊下去了 所以呢 在这次呢 他们推出了 这个侯友宜副市长 然后在民调方面来说的话呢 也都算是 还蛮强的 那可是呢 像是这个 在民进党的部分来说好了 吴炳瑞丽法委员呢 因为他的民调 一直没有起来 可是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等于 老师老板啦 这个苏贞昌 先生 也在他旁边 这个抬轿了一段时间 可是呢 在这个前几天的时间 就特别 因为花妈 还有就是 小英总统的一个招见嘛 所以呢 谈一谈 好像没有多久的时间 就说好 他再次 当天就宣布 对 对 所以 有时候都在想说 是政治的一个权利 当你所有都要放下的时候 有时候你帮别人 在作假的时候呢 你还要克制住那种的权利 或者是那种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 你都能够掌控的那种权利欲望 我是觉得很可惜 其实吴炳瑞在地方上 他有兵友会 你其实在到处都看得到 人家是非常真心诚恳穿着他的兵友会 可是他民调就起不来 但是就是民调 但是我觉得 其实因为民主进步党 一直在讲求的是世代交替 讲求公平正义 所以这次这样子 他没有努力到最后 然后就把他撤掉 就是临时换老将 我觉得对他来说不公平 对民主进步党也是一个败笔 而且像这个苏贞昌先生的话呢 他当过这个行政院长 然后也是台天县县长 所以呢他其实历任了很多很重要的职务 有一定的高度 真的这次再回来选 如果选不好怎么办 我觉得这次他也是很辛苦 因为包括像他之前 有在宝生大地面前发誓 所以他不会再选 那现在出来 其实要面临 我这个我最有资格讲 因为我是做过朱立伦的发言 那我们2016年选的非常不好 你都把它记得太清楚了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换主 这个是一个事实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是同情的一个角度 就是德高望重的一个前辈 需要为党牺牲到不济荣辱 而且等于是说他本来有一定的那个风骨 然后名誉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这次比较露气 本来他什么偶像 就现在这样我就觉得 我的天啊 我很不忍心 可是我觉得他要赢很难 其实侯友宜在地方上面就有了解 他跟那种一般人民的那种互动 其实蛮好的 而且他郭台鱼也双生带 然后他是嘉义人 然后他是他的经历 你看他在当台北市警察局长的时候 是苏贞昌任命 他当警政署长是游习坤任命 你要怎么样去来反驳你自己任命的人选 这是第一 但是再来就是他在当这两个职位的过程中 其实你知道警戒的高倍就快 所以他可以给很多人offer给人情 所以大家会很真心的还他这样子的人情 可能是人命 可能是官司 可能是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坦白退一步来说 我其实我比较欣赏周锡伟 我觉得虎哥 他是有他 我们上一世代的一些政治手腕跟人面 他有青壮派的城市规划跟愿景的思维 其实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这三个里面 我比较觉得比较优秀的人选 但是很不幸他在国民党的初选已经输了 那但是侯友宜 虽然我觉得城市的治理跟治安是两码子事 治安只是城市治理的一部分 那他有很好的治安能力 但是对于城市的规划 我目前看到都是幕僚在急救章给他塞来的一大堆的蓝图 他自己如果本身没有一个这样子基础涵养跟定见的话 未来他就是一个马特拉的头 然后可能心肝腺的身体 就大家拼凑成了一个新北 可是新北我们都一直说是六都的领头羊 他是要跟国际接轨 这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提升的 那英文 国际观 好啦那他不是朱立伦 有没有办法能够短时间让他有这么多汉用 这是我有一个很大的question 因为这个选举其实是诡诀多变的 有时候真的没有到最后一刻 你都不知道会不会翻盘 有时候就觉得说奇妙的点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下个段落的时候继续跟两位的美女好好地聊 一位是目前现任的新北市板条区的议员李婉玉议员 另外一位就是今年要代表国民党参选 在台北市的部分 松山信义区的许巧新 好我们在下个段落再跟大家聊 五点光二十八分快乐联播完 我是又伦 惊喜的节目快乐新家快乐新生 今天还蛮开心的 因为只要遇到是美女呢 每次又伦的访问就会觉得好像特别有精神 大家都说是特别的明显 好啦这个我承认 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 分别是新北市板条区的议员李婉玉 另外今年参选 他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就是频频的在地方走动 这个台北市要来参选松山信义区的许巧新 嗨我是巧新 巧新其实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从政了 对不对 对啊我记得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其实我大三的暑假就去了一家 做政治公关的公关公司实习 然后陪候选人扫街啊拜票啊 那帮人家助选 那我从大四开始 其实就到了党部里面去做青年工作 那陆陆续续做做做从最基础的这个专员 处长一直做到总团长 对 那后来呢到文传会就是负责新闻媒体的部门工作 那接下来就接了几位的发言人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民众才对我有一些认识 而且你是在那个国民党风雨飘摇的时候 刚好就是都是要出来做一些政策辩护上便室 对啊我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整个国民党最糟的时候 都没有好处 国民党借的蔡英文吗 都没有好处可以拿的时候 然后还要背叙 真的真的都是最坦的 我觉得你也是很意气挂的 所以我很喜欢你 我真的是意气挂的 我就是觉得说啊 人家没有人想做的我来做 需要你帮忙 对啊因为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 大家都贴上去也没你的份老实讲 那可是说如果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多帮他一下又不会怎样 你也不会少一块肉 那如果他好了 诶你自己也不错那也很好 像我们马总统就是这样 我去当他发言人的时候 其实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自己同党同志 就是蔡振元一直在攻击他 大概那时候没有什么人要帮他讲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蔡振元个性也很充满 所以说你跟他对上了 好像好像也很麻烦不好收拾 那我那时候就跟总统讲说 总统好我可以去当你的发言 我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不要给我薪水 因为总统的这个钱是来自于 所谓卸任元首席域条例 对对对对对 那我当然我正当的领这个薪水 可是我接下来要帮他做的是很多事 不管是说对于政府的一些工坊 像他很多官司 对很多官司 或者是说对于一些政治人物的这种工坊 这些东西难免会让人家质疑 说你拿政府的钱 然后你去做一个发言人 然后呢一直去一直去打人家 这样不太好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既然先要帮忙做 就是因为我感谢之前我在党部的时候 他能够给我一些机会 那你猜你买凶厚的 没有 我就自己借了 我就自己借了钱 当我问了 对 我自己借了钱 然后开了一家小公司 然后找了几个年轻人 哇厉害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间小公司 在做网路的 那就是去跟别人借钱 然后来开一家小公司这样子 所以这些好朋友他们也是过去跟着我一起走 然后后来因为国民党没有党产了嘛 那很多人他就是年轻人 有点被迫离职 那他们其实都很优秀 那也在党部好一段时间 我看这样都没有办法让他们持续在这个环境里面 发挥他们的长期 我就也顺便出支持 然后他们到现在都还跟着我 哇 真的是情意相挺的好朋友 我挺他们 他们也挺我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那不会现在他们要帮你选举吧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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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去跑行程的时候 就是这些好朋友 一些年轻人陪着我一起 那对总统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看马英九总统 他现在人气回文 不管去哪边 其实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我自己觉得 其实对我来说那就够了 因为就是我的努力 然后呢 帮助到他 也帮助到我自己 对 这就是最重要 因为像巧新啊 就是说经历过像是那个朱祝姐啊 还有那个朱立伦 市长 还包括了马英九 总统 还有郝龙斌 主席 副主席 那这四位大咖 到底谁比较是真性情 或者是谁 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特质吗 最真性情 我觉得是郝龙斌 他基本上就是像大哥那样 就是你真的有什么事 你就是叫他帮忙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帮你 因为你帮过他 那朱市长他比较企业家性 他比较内敛 那马总统也是 他就是很多他对你的关心 他都放在心里 他见到你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太多 所以其实最像这种 那朱祝姐的话他也是很讲义气的 但是因为跟他接触的时间没有这么长 对 所以其实最有讲义气的应该算郝龙斌啊 是那都没讲坏的 坏的 谁比较有距离感啊 不会我觉得我愿意去帮忙他们 就代表我原本就已经认同他们的这个个性 这点蛮重要的 如果我今天觉得这个人不OK 他说什么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去帮他 不可能 对对对 好像是这个 因为晓星的话呢 他其实在求学的时候呢 就投入了政治的工作 所以呢 这次要参选对他来说的话 应该就是老行才才 我感觉到他也没有 也没有特别说这个在 至少在外表看起来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惊恐啊 或者是说怕遇到什么状况啊 其实都还蛮沉稳的 那我们的婉育医员呢 他是从空姐 然后哎 为什么那时候突然就想说 空姐然后工程师 对 那因为 完全都不打高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马永成 是 跟我说因为在民进党最低迷的时候 对 可不可以来来帮忙 因为我是从大学时候就是民主进入党的终身党员 那所以想了三天 然后就决定OK 那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是云林人 那我阿公以前在乡下都造桥普路 然后做很多的好事情 可是我就想说到我们这一带 好像没有什么很多回馈社会的机会 那就是给自己两届的时间 那希望自己可以 因为我十二个助理 是 我根本薪水是入不敷处 对啊 对 大家都知道 那有钱人要付薪水呢 我三个付物处 对 然后所以我是都是付 每个月都是负债 是 也算是一点靠八重 那还好就是父亲也支持 所以能够就是完成这个 这个就是回馈 对 所以呢 你看这个真的都是狭义心肠 然后呢 就往家里面呢 去求助求援 一位是朋友相挺啦 一位是家人在帮助 所以呢 真的 如果说你是很用心 然后呢 是无私在这个做政治知识 为民服务的话 今天是在某些 但是我们就知道说 还是有这么多的人 他投入了这个选举当中 然后呢 其实时间一久了 就看到说 本来是充满理想的人 他慢慢的可能当了一届 两届三届 他可能就自己就变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为什么那时候 我的想法是 两年就八 两届就八年了 那你在 你做越久的民意代表 你就会认识越多的企业主 可是你当你劳资 双方有这个争议的时候 你到底要在哪边 如果都是同友的时候 那再来 在这个圈子久了 你一直都是在消耗你的养分 你很少有机会 可以去再去吸收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就让心血 来为这个城市注入新的力量 像我现在很重要的是 因为我是念建筑跟 都市计划 所以因为板桥 在救火车站拆走之后 他的所谓府中商圈 从这个很有名的 妈祖庙慈慧宫 的南门街北门街 晚上就是完全没有人 那因为新的捷运站 还有卡了一个 属于隶属台北市捷运局的 一块停车场 所以整个行人动线 乱七八糟 人车争到 那个府中站那边 真的是 你往哪一边去 车子都好多 所以大家就不想走 所以我已经开工了 就是我那时候 就是一直在跟城市局开会 那我现在有一个计划 叫府中456 就是把那个停车场平移 然后要坐那边的一些景观 然后把那些人行步道 整个能够延伸到 妈祖庙周遭 可以活化这个旧市区 以前因为我是板桥国校 那以前呢 下课的时候 就北门街吃天不辣 那南门街 就是很有名的新娘街 它有好多 所有的喜饼店 还有所有的那个 从以前早期的那些嫁妆 都可以在那条街上 它其实就是有主题的规划 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可是完全没落 然后你每次经过 就看到那些 你小时候就看见那些面孔 现在都是阿公阿嬷 就很落寞的 坐在店的深深的 里面柜台 我就很不忍心 对 所以我就决心要胡话那里 所以那里是我今年的 很大重点 那会一直延伸到 大关路 对 大关路我会把那边的 学校围墙 台力大 对 你是台力大的吗 对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们的墙 要被我拆掉了 然后用绿色围梨 来取代这个生意的围墙 像这些艺术家 全部都能够 还有这些绿色的环境可以跟人共生 对 那他们也不用在那个暗暗的巷子里办展览 对 所以未来studio也会进驻 对 然后很多的那个展场 我全部都把它开放 以后帮台义大多争取一些校地 那边学校太小了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台力大的这些艺术家 对 很厉害 我之前帮他们争取 亦文中心 是 那个435 让他们都有工作室 免费 可是你就自己付水电以外 就是每个月你定期做一些展览来回馈地方 对 所以很多的台力大的这些艺术工作者进驻 然后呢 上个月文化局有办了一个就是开放所有的工作室 让大家来参观 我发现那些作品 你完全会傻眼太精彩太厉害 我常常以前四处国际上到处走去买这些艺术品 然后天价 可是他们是还没有名 可是他们的这个功力 完全超越这些国际艺术家 已经可以临驾他们这个之上了 对 所以在2018国际艺术村在板桥 对 这个很重要 对 我要争取的 所以议员应该在媒体多多讲这些的资讯 没有人要听 大家都在一起讲那个八卦 只要讲八卦啊 什么刘建国什么喝酒 但是 反正就一直要讲这个 我真的要讲 就是说如果是从电视 只是从电视上面那些新闻认识完 而且跟你实际上 认识他跟你听他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个落差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还有那个臭很久的男子 从我第一次认识他 然后到现在 我会真的觉得说 光从电视上面 那不是完完全全 所以呢 一定要多多上我们节目听广播 才可以比较久 跟大家来分享 快乐快乐 然后像 像巧新的话呢 他其实也是在地的那个松山信义的孩子 我其实要出来参选的时候 我就在考虑说要到底要在哪一个选区评估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决定在我自己从小住的地方 那我信义松山两个选区我都住过 那我外婆她已经去世 她是烟酒公卖局的这个公务人员 那也是在信义区里面 那我们家呢 在松山店是开早餐店 开了二十年 就是那种 距离美而美 现在有台吗 距离 所以我从幼儿园的时候 我在家里 就是在帮家 家里做事 就是六日跟寒暑假 一定每天都在家里帮忙 那所以我力气很大 没有在巴德路市段 进化市很旁边 我力气很大 因为什么 我国小的时候 就可以提那个两个奶茶的桶子 真的 好像可以收中 又可以提那个很重的桶子 然后忙进忙出 所以我觉得 我是真的是算从继承出来的 所以大家很多年轻人 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都会跟那种 去市 比如说去市场啊 跟婆婆妈妈聊天什么的 会有一点尴尬 但是其实我完全都不会 因为我就是店面出来小孩子 这个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种基层的经验 然后还有包括 我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那居民跟居民之间 有一些感情 对我 接下来跑选举 然后在地方上面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新人第一次参选 是真的是比较辛苦 因为我们没有公权力 去做这么多的服务 就算我们有想法 所以你只能很认真 让大家相信说 你的这个认真呢 是你当选以后 你也可以拿这样子的认真 来做市政 因为像是在那个 巧新的选区啊 因为现任的议员 其实都还蛮资深的 而且大家表现都蛮好的 都蛮厉害的 对 就这个 国民党集的来说好了 这个才这个 昨天上我们节目的 宏威议员 对 他其实就是国民党的发言人 对 对 然后呢 他就是等于说 也在这个选区 这个服务的还蛮不错的 另外呢 还包括了其他人 王后会没当选没关系 因为他应该会选立委 他的机会就给新人 反正他会去选立委 他一定的 你看 大家一听到那个 就是李婉议员呢 就会觉得说 他就是这么样的真心 这样中山新一 就都有好人 不错不错 安排得很好 对 这个生涯规划 其实我们也都会觉得说 可以期待的啦 那 其实像说 在这个 板桥区的话呢 因为呢 像是 一元现在是五档级的嘛 对了 我最近加入一个新的党 叫什么党 前党吗 魅力无法党 所以大家有什么党员 拜托谢谢 请支持我 我想说 要加入我的党 叫前党的 没有 就开玩笑 因为 现在是五档级 是 那所以没有所谓的基本盘 只有靠自己的好朋友 然后 多多推荐我 对 这样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 玩语的认真 你看男子沟凑了几十年 我一年就让他 半条男子沟 整次完成 我争取了很久 因为 新北市的副市长 李四川 是我研究所的老师 那因为他知道 我的决心 跟我的毅力 我那时候 总执行的时候 我就弄个墓碑 然后送给朱丽伦 我说你如果再不给我钱 整治这里的话 我就立一个碑 说一臭万年 朱丽伦 这样 那所以老师就跟我说 碗鱼别闹了 好 我一定想办法 那我说你给我机会 让我试做一半 那我自己花钱 请水利专家 请工程专家 我的学长学弟一大堆 然后呢 我们研究一个子母沟法 所以现在那半条 是清澈有余的 所以今年就顺利的 再剥了另外一半的钱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 在今年我们整个 男子沟全线 以后可以去那边玩 非常的干净 对 然后再来上游 因为你若只整治水 是没有用的 主要的是 你的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所以这周遭 我也是一直在盯着 水利局的进度 然后再来就是 最有名的南亚夜市 它的这个油水要分离 所以才不会污染源 一直重复 这些我都一直一直 努力做 我做了七年 对 但是大家就是因为感情 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的 全部忘记了 可是我没有影响 我的正事 我说真的 我从来没有因为 我的私生活私事 而影响我的工作 而且我比别人 更加倍努力 可是没有人要知道这一点 也没有人要报 艺员你真的就太真了 你看我们都没有 叫你讲出喝酒 这件事情 你就要自己讲 而且每次像现在啊 以前大家看到 我都灌我酒 现在只要有人拿酒给我 很多人从远远地 我从管 不要 你不要喝 你不要喝 你不是该酒 我说不是 我是该酒醉 就是酒醉 就不要再喝醉 因为如果一直给艺员喝 她就会到时候变成侠女 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们在下个当中的时候 继续来跟两位来聊聊 其实在各自的选区当中 这个其实竞争对手之多 然后还有整个 这个双北的一些选情等等啊 都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的 五点过四十六分 好 这里是快乐 联播网进行的节目 喜快乐 新家 今天真的还蛮快乐的 因为两位这个美女呢 陪伴在旁边 然后同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一些 这个政治知识 不要再那么的严肃 是希望呢 能够比较轻松 而且让大家有好心情 比较美丽的 那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 台湾呢 好像自己关在这个小小的岛当中 然后呢 每天就是选举政治 或者是说 爬粪的一些事情啊 就感觉到说 年轻人的未来到底在哪边 所以呢 像那个 巧心自己 还没有满三十嘛 那其实很多的年轻人 在可能跟你同样 差不多的年纪 他们都不知道说 自己可能在台湾未来的发展 到底应该怎么走 因为你的方向还蛮明确的了 对 所以其实 我很喜欢跟这些 我们以前高中学弟妹 或是大学的 这个学弟妹 他们聊天 因为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这个世代呢 相较于上一个世代 我们的资源是最多的 而且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这个搜寻的方式 去找到符合你的需要的 可是某种程度来说 就是因为你的选择 实在太多了 那变成是说 你第一个 你不知道怎么选是最好的 第二个 世界环境变动得太快 以前上一辈的人 他们都说 你只要好好的去念书嘛 那大学毕业 学有专精 哇 你就一定会有好工作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 所以反而我们 现在七分就可以上大学了 那怎么样呢 能期待什么 而且现在学校又过多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 就一直处在一个 很焦虑的状态里面 那我们这些想要来做 这种公共事务的人 也是希望可以 藉由公共政策来改变他们 比方说像 脱阴脱幼的政策 不管在台北或是新北 基本上都面临到 一样的问题 就是数量不够 那少子化的问题 导致我们现在 国中国小的学生 几乎是被砍办的 我念光复国小的时候 我们班是22个班 一个学年22个班 然后一班35个人 现在同一间学校 四年级的小朋友 上次问他们 我就说 姐姐问你 你们班有多少人 他说20个 全年级 他们那个年级 就只有12班而已 对 所以像少子化很严重 这件事情 也是应该是 要透过政策 去做一些协助跟辅导的 所以你要先做示范 反正结婚了 就赶快的签 没空没空 我是觉得就是 技职学校的取消跟没落 我觉得是 这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以为 你做黑手 还是做 用手工去转的东西 是很不够上流 因为英员在国外读过书 其实在国外 他们真的是 其实你学有专精 对 你是一个发型设计师 你是专业黑手 他们都是很受尊重的 你看像日本 他不管是一个任何修车 都是干干净净 出去就是老板 他们年收入也不比你的白领阶级低 对 而且甚至更高 尤其现在台湾缺工这个状态 我觉得应该多多推广 把技职学校 这个尊严跟招生的 这个一个形象 找回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推动 尤其新北的这个 以前就是传统产业创造的 对 更应该要着重在这一块 而且新北市在这一块 技职教育 做的比台北市好非常多 因为特别有成立一个这个 而且包括整个政策也是 像新北市的教育局 是有跟这些关心技职教育的年轻团体 对 对 然后请他们这些已经很关注一体的年轻的团体 让他们去做 对 就是反过来 以前是都是说什么事情都是要由政府去做 可是政府有时候年纪大的人 他有一些知误 跟得上民间社会 因为他长期在公务体系 那像新北市他们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把这些权利放给这些非常棒的一些团体 对 来让他们去做 让他们主导 然后我们做辅助 就等于说很多的 也是有NGO团体组织 对 然后他们可以就是说 在当中呢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专业度 然后呢 政府他其实在旁边可能就是一个辅导 而且公务员会越做越快乐 像新北市的教育局里面的公务员 有一个是我的朋友 我就看他每天他都做得很快乐 他是真的让我看到说公务员 年轻的公务员 因为其实 发挥所长 对 因为其实那个朱立文市长 他的很大的优点是 他的所有的这些局长都年轻 然后是很不错的学历跟愿意沟通 可是像台北市 台北市市长跟文贵市长 台北很关职 可是他很吸引年轻朋友的选票啊 只有他个人 他个人的体系很官僚 因为同样的选服案件 有的时候我们跨区 像这次我说我做的那个福重456 他因为卡到一个停车场的基地 是属于台北市捡运局 所以在那沟通的过程中 他们是那种一直来 一直文往 这样子来来继续往返 然后每一个就是 就卡在他那一边这样子 不是 新北市作业是我们就现场会看 常看之后就下结论 我们就开始动作 对 哇 所以呢 真的就是不同的一些长官的处理事情的态度 就会完全不一样 像台北市的话就可能到时候 柯文哲市长 有可能在再次选举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 像这个吴大安 到底怎么样了 可能就是大家也必须要关注到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先关心 在地这个议员的选情 那在新北市板桥区 新人也辈出 有时代力量 民进党也推出了 这个二十多岁的新人 所以对于这个 议员自己在评估整个选情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像我的话 我就是从不跟别人比较 不管谁选 我就是跟自己比 我有没有比去年自己更好 我有没有在今年有替新北市的市民 板桥的居民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我在乎的 那因为不管对手是谁 每个人选举都他自己的一个方式 那我还是希望能够呼吁大家 就是会选 这个情况其实在新北市很多 那希望大家钱照拿 可是不要投给他 最后是不要拿 因为你会犯罪啦 然后什么党会选啊 都会吗 都会喔 真的都会 真的都会 真的就是看人的 那还是要注意这个人 到底实质上有没有替你做事 还是只是选举到的时间 看板上的文字 有时候我们都还说 他如果有拿的话 会做事情还不错啦 但是就是如果又拿 又不用做事情的话 那就更惨到极点了 那上次在台北市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像台北市议会 大家都会认为说 他其实算是整个 台湾的一个市议会当中 算是最文明的 已经算是不错的一个市议会了 那自己像小新未来的话 可能会自己有什么 那个愿景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说像 晚宇员呢 他就是很明白的 他已经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做了哪些的一些建设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主要的 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市政推动的时候 是以社区的这个设计 作为一个主要的考量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台北是一个很先进的城市 可是其实它的落差很大 它可能在101的后面 双山信义真的很明显 全部都是一个一堆老房子 那里面的居民又非常多 台北的这个住户是非常的密集的 那我们很常在讨论都市更新 可是我们在做这些规划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把社区的考量放进来 有没有促使这些社区的居民 愿意一起为了他们的社区去做努力 比方说我们在规划这个游乐场 像新北这块 新北好像社区总体营造就做得不错 我们说游乐场的时候 社区规划师的这个 我们的都发局做得非常的积极 他们都会很在乎说 比如说我们规划一个游乐场 里面有什么样的游乐器材 那到底是不是小朋友想要玩的 共荣性 还是我们只有我们大人自己觉得很有趣 就把它放在那边 其实小孩子根本不喜欢 那这种这种社区式的思考 我觉得才能让这一个地方变得更有人情味 那这也是台北长期以来 大家都说冷漠冷漠 其实民众不是真的冷漠 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场地让他发挥 所以像我们那边有一个礼 他们就有刚好有一块地 是国家的地 那块地他早在柯文哲说要做农场之前 他们就做了农场了 那一小块地在大巨蛋附近 没有很远 那这里面呢他有一百六十八块小的农地 然后呢民众就来认领之后在那边跟住 每天大概五点左右 居民就全部出现了 去看他的地瓜 他的地瓜叶 他的农须菜 长得怎么样 然后去收成 带回家自己吃 一百六十八块 就在城市当中 你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城市农夫 对可是当地的居民他很快乐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够去帮他们做的事情 对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 因为是地狭人筹 那新北市的部分的话 大家有时候会考虑到是城乡差距的问题 新北市 因为我是板桥区嘛 其实你在板桥区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像以前的福州 也是那种 就是很热闹的地方 然后但是旁边可能一小块 新板特区就是一坪一百万 然后到福州可能就一坪三十万 然后还有很多是铁皮屋式的旧式建筑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再来要努力的部分 那可是我们再来我说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要跟城市接轨的AI智慧城市 其实新北市有跟那个Amazon 就是我们的远东科技远均跟Amazon已经签约了 所以我们再来会做很多的新的一个创新科技团体的开发 这也替很多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这个蛮重要的 那还有我们现在我们新北市的人口有三百九十万 目前那在今年我们在利平突破四百万 所以有活动对不对 对对对有活动 所以欢迎大家入境新北 因为至少我在新北会替大家创造一些福利 对这个其实因为这个新北市 其实人口真的现在是很多 然后迈向这个第一大城市 而且呢它的这个有山有海 它的一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 像在台北市 对你很难想到说有很多的一些农特产品 但是在新北市真的就还蛮多的 所以呢大家可能可以去从事休闲活动的地方也多 因此呢这个新北市未来的一个建设 真的就是要靠议员继续努力的 会会会 走下去 然后不要被琴给打伤 我是新北市议会唯一一个建筑跟都市计划的专业 对 我会竭尽所能的发挥我的专长 因为现在真的 就是要给大家给我机会了 对都市更新啊 整个规划真的是蛮重要的 不然的话有时候变成 这一块是什么风那一块是什么风 对啊 然后就变成那种感觉很灌乱的感觉 好像很一块一块 对对对对 它就是没有整体规划 对 它就是所谓的没有整体规划 像我们这边选去 有一个大家最喜欢的地方叫民生社区 民生社区它的特色就是建筑物很整齐 然后生活性能很好 很安静 对那一块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层次规划是很好的 对都可以让大家做这个了解跟参考 我们也谢谢两位美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来参选市议员 把我们送进市议会 让大家都能够有好的福气 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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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